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57集 就像夏小兰一样 她以为自己对音乐剧这种东西 一辈子都不会感兴趣 但真正走进剧院时 发现自己也不是那么抗拒 她从自己身上推及其他年轻人心理 一些对音乐剧不感兴趣的人 未必就不是音乐剧的潜在消费者 他们只是缺少一个走进剧院的契机 就像后世许多网红店 总有年轻人疯狂去打卡 难道真的人人都爱喝奶茶 爱吃什么抹茶火锅 不 他们单纯就是为了社交从众心理去打卡的 别人去过 他们没去 就是落伍的 夏小兰把剧院的装修设计成这样 也是相同的原因 在1986年 这也算值得年轻人来打卡的网红剧院了 唯美 独特 浪漫 一百个年轻人因为这些原因被吸引来 其中有90个可能只来这么一次 但或许就有10个会转化为真正的音乐剧观众呢 独一弯 有时候可能比剧院票价打折 更吸引人 夏小兰把这些理由一说 满屋子寂静 威尔逊夫人找夏小兰做剧院翻新 本来就目的不纯 夏小兰只是一个建筑专业的本科生 可能有天赋 不代表她现在就有能力单独做这样的委托 威尔逊夫人真正相信的还是GMP述所 果然 夏小兰送上门的这个概念效果图 看起来似乎过于浪漫梦幻了 和威尔逊夫人想要的剧场内部装饰风格完全不同 然而 这个方案是建立在5000份调查问卷上 再经过夏小兰这么一分析解释 威尔逊夫人的观感 就完全不同了 夏 你真是太用心了 出乎我的意料 我为自己刚才的轻率道歉 让我们再仔细来看看这一份方案吧 你能再给我讲一讲吗 蒂娜看了半天方案 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似乎有话想和哈罗德说 哈罗德看夏小兰在忙 也稍微站远了一些 离夏小兰太近 他总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 蒂娜看他真的跟着过来 高兴极了 哈罗德叔叔 建筑师都是这样用心的吗 5000份调查问卷 哈罗德人走过来了 却没看蒂娜 视线还牢牢停留在夏小兰身上 如果给他更充裕的时间 他会把5000份调查问卷 增加到1万份 2万份 甚至更多 围绕这个调查问卷 还能搞出许多花样 比如 认真填写调查问卷的人 可以拿到剧院 重新开业后的优惠券 哈罗德相信 夏小兰是能做出这些事的 一个会往臭水沟里倒金子 来宣传售卖住宅小区的女人 她的花样 永远不会欠缺 别人相信那个池子里 挖出了金子 哈罗德不相信巧合 世上绝大部分巧合 都是人为制造 除去最不可信的选择 剩下的就是真相 抽水沟里挖出来的金子 只能是夏小兰自己倒进去的 一点金子 才值多少钱呀 却让整个项目都腾飞了 所以 夏小兰会为了替客户 做剧院翻新的委托 自己请人发5000份调查问卷 并不奇怪 这是夏小兰的手段 让欣西亚更信服她的话 她的设计 这还只是5000份调查问卷的威力 要是夏小兰将派发的问卷数量扩张到5万分 哪怕她的方案难看得像一坨屎 欣西亚都会仔细考虑下 这屎样方案的可行性 当然 夏小兰这样的人 在说服客户时会采用手段 但她永远不可能真的拿出屎一样的方案 坏了自己的口碑 蒂娜盯着哈罗德 哈罗德却盯着夏小兰 蒂娜已经18岁了 父母十分宠爱 她家是好 人长得漂亮 过了14岁 就有很多追求者了 但她迄今为止 都还未和谁正式交往过 今天 来威尔逊夫妇家里做客 见到了哈罗德 蒂娜才恍然大悟 她没有答应那些年轻男孩的追求 不是别的原因 是因为她不喜欢太年轻的异性 她喜欢的 是哈罗德威尔逊这样成熟 而富有魅力的男人 比父亲的年龄小 比哥哥的年纪大 西西亚让她叫叔叔 蒂娜叫一声哈罗德叔叔 少女金就碰碰跳 她根本不想学插花 18岁的年轻姑娘 对插花才不感兴趣呢 但有哈罗德在 插花也是能接受的了 蒂娜就想和哈罗德 多说几句话 可惜哈罗德 对她的态度并不亲近 自从夏小兰到来 哈罗德的眼睛 就全粘在夏小兰身上 反倒是夏小兰 对哈罗德视若无睹 蒂娜又从沙发上站起来 快步走过去 威尔逊夫人完全 被夏小兰带跑了节奏 现在看这个概念图 是怎么看怎么喜欢 马修大开眼界 年轻人还是见识少 不知道建筑师 还能和推销员结合在一起 蒂娜十分感兴趣 夏 你的设计风格我很喜欢 我能邀请你 替我重新设计住所装修吗 那些老气的装饰 让我还以为自己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呢 维多利亚时代 那不就是维多利亚风格咯 不豪华是称不上维多利亚风格的 这个华裔少女 却嫌弃这样的房子 想重修装修父母赠送的住宅 马修几乎当场落泪 居然是极度羡慕恨 夏小兰倒是无所谓 这世上的有钱人太多了 视频者连遮风挡雨的 一砖半瓦都没有 有钱人仅仅是因为不喜欢 就可以拆掉原本价值不菲的装饰 换一个新的装修 更任性的 干脆就换一套房子了 夏小兰露出笑脸 蒂娜小姐 你能喜欢我的设计 我感到很荣幸 但做完威尔逊夫人的剧场委托后 我就要回学校了 如果蒂娜小姐不介意 我向你推荐我的学长 马修凯尔顿 他和我同样是康奈尔大学建筑本科专业的 马修学长甚至还比我高两个年级 明年他就要毕业了 如今我们一起在GMP事务所实习 马修学长的设计水平 自然比我更好 这话让马修和蒂娜同时很意外 马修是没想到 夏小兰会将这样的委托交给他 极力向客户推荐他 蒂娜也很意外 夏小兰之前也有说自己是GMP的实习生 他还以为是自签 夏小兰是看着很年轻 可怀疑都是这样 同样的年纪就是显得年轻啊 你还是学生 欣喜啊 为什么要将剧院的繁星 交给一个在校学生啊 我还是学生